大家好 欢迎来到成熟了美 我是成尔老师 美国的加州地区 历来都是中国学生最喜欢去的学校的地区之一 但是这个地区 它的名校多 大学多 它在这个地区的学生的开除 劝退 这样的情况也是更多 那么我们知道加州阳光充足 风景优美 气候都非常好 那么而且有非常多的名校 比如说像斯坦福 加州理工这样的大牛都在这 另外还有UC系 就是加州大学这个系列 比如说加大洛杉矶 加大伯克利 加大圣地亚哥 加大圣巴巴拉 加大欧文 加大戴维斯 还有加大河滨 这些学校都在这 另外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也有超过20所的学校 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但是在这个地区 学校多 学生基数大 国际学生多 自然它的问题也很多 近期后人就接到了很多来自加州的大学的同学 因为考试作弊 作业抄袭 代写这些问题的咨询 加州可以说是一个发生学术紧急情况的一个重灾区 下面大家看这个图 是后人教育在2022年发布的中国留美学生现状的白皮书 这里对被劝退的人群所在地区进行一个整理 大家可以看 加州这个地区是尤为严重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它的大学多 学生多 再有它的亚裔多 华裔也多 所以在这个地区确实就有条件 有人就是打学生的主意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年我去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 在领事馆的门口就有广告 好像是韩国人开的学校 是让学生可以去挂靠 而且这广告写的非常的露骨 那么你说像这些挂靠 带鞋带考 在这里都很多 所以在这个地区确实学生要注意 那么学生如果出现了危机现象 如果被学校发现 那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或者如果学校的处分通知收到了 那么如何有技巧的进行这种应对申诉 如何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一般情况在认课老师 认定学生有不诚信的情况 并且上告到学校的诚信办公室的时候 校方就会根据伪计的严重程度 还有过往记录 还有调查信息 给学生从警告 就是warning 一直到停学 甚至开除叫dismissal 不等的这样的处罚 通常学生所在的 他院系的主任会对处罚 给出相关的一个建议 校方会根据最后的决定 并在三日天之内将结果通知到学术诚信办公室 如果学生对处理结果有意义 或者认为处分过于严重的时候 学生可以申诉要求学校复审 这个时候学生就要上交一份书面的请求 还要说明解释自己为什么对指控提出质疑 并且提供证据 证明学校的处理不当不正确 无论是成绩问题 还是学术诚信问题 申诉的过程 尤其是申诉信非常重要 因为学校对学生提交的申诉材料 他都会仔细的来审核 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每个学校在处理学生伪计行为的时候 他的流程略有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当学生收到校方处分的通知的时候 都是可以提出申诉的 这个时候学生就需要保持冷静 不要贸然做出任何决定 比如说我立刻选择回国 或者逃避 或者盲目申诉 或者是不是自己的问题都全招 这样都不一定能让你有最好的结果 能让你的处分能减轻到最低的程度 同时学生还要注意 自己的220是否已经被终止 那么被终止的时间是哪天 如果你的申诉失败之后 是否有重新叫readmission的机会 就是重新录取的机会 弄清这些问题之后 那就要在短时间之内 用专业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申诉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逐字逐句都很重要 比如说明造成这次事件 是否有情可原 对这个事件学生认识到什么程度 这些看似简单的内容 其实在表达的时候 是非常难把握度的 如何把事情表达的 让老师认同 又让老师看到自己的诚恳的道歉 而且还不要说 有没有事都大小 都懒在自己身上 这也不对 所以这里面需要很多的经验 有的学生自己写了申诉信 结果非但没有减轻处罚 甚至还进一步惹怒了教授 而且申诉机会通常只有一次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做好申诉准备 那么我们也会建议那些申诉的学生 做两手准备 申诉同时准备紧急转学这个事宜 这样就可以确保学业不中断 也能保住学生的身份 等事件的趋于稳定 再考虑转回原来的学校叫readmission 所以当学生遇到被开除的这种学习 紧急情况的时候 应该在第一时间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案 否则你很容易失去在美的合法的身份 那么如果出现了滞留 你之后的签证入境 还有身份转化 比如说从学生身份转化成公卡的身份 那都会遇到困难 所以在留学中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要马上来找后人的学术哥 我们后人有专门一个专家团队 来帮助学生来解决学术危机 重回学术正轨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 能够对一些同学有所帮助 或者即使你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把这个信息留着 出了事情 立刻来找后人学术哥 我们帮助非常多的学生 能够度过这个学术危机 最后回到学术正轨 而且能够一步一步达到学术的成功 好的 如果你在留学美国过程中 如果需要有规划 升学转学学术辅导就业指导 或者遇到一些学术紧急的情况 都可以来找后人 我们帮助学生来规划来解决问题 发掘潜能走向优秀 另外每周的周六的上午10点 我和我的同事 会有一次关于留学美国过程中 方方面面遇到的问题的讲座 希望大家来参加 我们也可以在讲座上面互动 好 最后感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